女人半夜在马路上跳舞 听到身后有动静 于是回头一看 吓得小伙转身就跑 半天后终于来到家里 刚要喝口水压压惊 突然看到女人站在窗外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她急忙掏出手机 录起了视频 没想到被女人发现 在一抬头人却不见了 这可怎么办 她急忙拨了个119 把情况说了一遍 没想到那边让她赶紧离开房子 于是她打开门 快速跑了出去 可刚一扭头 女人正在前面扭屁股 随后转过身 掏出一把匕首 快速冲了过来 吓得小伙转身就跑 可无论怎样 都摆脱不了女人 甚至爬上屋顶也没用 这可怎么办 而且距离越来越近 要不了多久就会被追上 她出去后 用力关上门 又快速朝前跑去 跑了半天 她终于跑不动了 于是停下来 问女人到底要干什么 只见她伸开双臂 又扭起了屁股 见小伙没反应 她又冲了上来 这次小伙跑得非常快 拉开距离后 躲到小屋后面 眼睁睁地看着女人 跑了过去 随后从另一边溜走了 这使她累得不行 打算在隧道里休息会儿 可刚坐下 女人又在前面 扭起了屁股 随后提着刀 冲了过来 那么她究竟想干什么呢 女人一回头 手里拿出一把刀 小美非常害怕 突然女人转过身 快速冲了过来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就在刚刚小美回家时 突然喇叭响了起来 正当她纳闷时 一抬头 看见前面有个女人在跳舞 大半夜不睡觉 这是干嘛呢 出于好奇 她拿起手机 录起了视频 可刚录了几秒 女人就停了下来 随后扭过头 微微一笑 掏出匕首 快速冲了过来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一口气跑了十条街 然后藏到花盆后面 女人追过来后 发现人不见了 一扭头 就看到了小美 吓得她急忙往回跑 可怎么都摆脱不了女人 刚回到家 赶紧把门反锁了 从猫眼里望去 女人没有跟来 她这才长舒一口气 可刚要换衣服 突然VCD的灯亮了 还发出诡异的声音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吓到 女人捏着鼻子轻轻一拽 我那个乖乖 鼻子竟然拽了半米长 她还兴奋地笑了起来 随后往里一按 鼻子就缩了回去 她一扭头 看到杂志上的模特 心中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她按住额头 往上用力一把 再将眼睛变大 捏出尖尖的下巴 按出苹果肌 最重要的是来个嘟嘟唇 抓住小腿往上一拉 把脖子拽长 露出天鹅颈 小腰往里一挤 就变成了美女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能完美变身 就在刚刚 男友打来电话 说过一会儿来接她 小美听到后非常兴奋 急忙穿上牛仔裤 可用力过大 屁股上破了个洞 随后跑到卫生间 抹了点粉底液涂到脸上 突然发现鼻子上有颗痘痘 怎么遮都遮不住 她痛苦地捂住脸 可一抬头 脸上竟然有11个指印 看到自己变成这样 她彻底崩溃了 急忙用手搓了搓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指印竟然消失不见了 随后拽了下鼻子 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这时男友感到 可看到自己完美的身材 她又犹豫了 这还是曾经的自己吗 突然男友打来了电话 看到桌上的照片 她又做了个决定 房门打开 男友非常兴奋 仔细一看 小美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两人逛街时 男友说 今天你好像不大一样 似乎高了些 小美说 可能穿了高跟鞋吧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女孩走着走着 撞到了小丑 小丑伸出手 在上面按了几下 随后放到耳边 紧接着旁边的电话 就响了起来 女孩问 你想让我接电话吗 得到肯定答案后 她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 不过却听到诡异的声音 根本不是普通话 她微微一笑 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打了个招呼 就走开了 小丑非常失望 放下手机后 突然举起双手 在脸上抹了一把 窝了个乖乖 她竟然换了副 猙獰的面孔 女孩来到地铁站 坐到长椅上 可刚一扭头 就吓了一跳 小丑不知什么时候 也坐到了凳子上 两人挥挥手 打了个招呼 突然小丑一咧嘴 吓得小美站起身来 可刚走几步 忍不住好奇 慢慢扭过头去 没想到小丑也做出 相同的动作 还做了个鬼脸 随后来到另一个长凳上 从包里拿出个苹果 可刚咬了一口 抬头一看 发现小丑竟然坐到了对面 她没想太多 还想再吃口苹果 突然手动不了了 无论什么用力都不行 她抬起头 发现小丑做出相同的动作 诡异地笑了起来 随后把手举到空中 女孩跟她的动作一模一样 原来她控制了女孩 这时灯光不停地闪烁 火车要进站了 小丑突然站了起来 慢慢跺着脚 而女孩一步步向前走去 赶紧关注点亮红心 发送狗头躲进安全屋里 她表情非常痛苦 却什么都做不了 而火车越来越近 她迈了一大步 踩到站台边缘 都快急哭了 火车发出鸣笛声 小丑落下脚后 一声惨叫传来 苹果就落到了地上 可故事还没结束 她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一只苍蝇落到女人眼睛上 爬了半天后 从鼻孔里钻了进去 没过多久 又从另一边冒了出来 被小美一巴掌拍走了 不料她又飞了回来 落到嘴唇上 用出吃奶的力气往里钻 刺溜以下钻进嘴里 小美一阵恶心 不停地咳嗽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就能赶走厄运 她以为那仅仅是个梦 就没当一回事 只是觉得肚子怪怪的 突然窗帘上出现个黑影 吓得她转身就跑 来到二楼 回头望去 楼梯上出现一个黑色影子 想要爬上来 她急忙关上门锁了起来 刚要报警 却听到沉重的脚步声 门口出现个影子 随后一双鬼手伸了过来 向小美抓去 她一个跳跃躲开了 刚要逃走 窗户破碎 就被神秘力量吸到空中 要不是有房顶挡着 早就飞了出去 半天后 她重重地摔到衣柜上 扭头望去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第二天跟男友去见家长 可刚喝了口汤 就咳嗽起来 急忙喝口啤酒压压惊 不料咳嗽得更厉害了 她一用力 嘴里就飞出一只苍蝇 在餐桌上飞来飞去 老妈见到这 直接吐了 小美就被赶了出去 迫于父母压力 男友要跟她分手 小美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连连后退 一不小心从站台上掉了下去 重重地摔到铁柜上 正在这时 一辆火车快速驶来 顿时把她吓了个半死 突然地上冒出一股火焰 一只恶鬼死死抓住小美 把她拽了下去 地上什么都没留下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女人在悬崖上睡觉 醒来后脚一滑 差点掉下去 幸好扶入了牙壁 硬经一看 这竟然是个光滑无比的曲面 不可能爬上去 突然下面传来怪兽的嘶吼声 在阳光的照耀下 石壁有70度的高温 能瞬间把人烤熟了 她慢慢收回左脚 深吸一口气 把左手放到右边 想翻个身 可刚一用力 脚下一滑 差点掉了下去 把她吓了个半死 缓过这口气后 觉得手有点疼 抬起来一看 我那个乖乖 上面血漏模糊 都粘连到一起了 她往衣服上蹭了蹭 清除血迹 顿时传来钻心的痛 随后把手放到石头上 抬起左脚 双臂一用力 慢慢向上移动 这个才觉得舒服些 她只能一只脚着地 因为另一条腿 早就没了知觉 抬头望去 对面悬崖上出现两条血迹 而上面的人早就不翼而飞 看来多半是掉了下去 这给她造成不小的打击 只好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心情后 还想继续向上爬 可惜又滑了下来 不知为什么 对面牙臂上的血迹越来越多 正在这时 突然下起了大雨 牙臂越来越滑 她差点掉下去 为了增大摩擦力 她把手伸进怀里 掏出唇金项链 在手上缠了好几圈 随后用力一拽 扯断项链 然后把手放到牙臂上 等第二天再看时 牙臂上早就空空如也 你说 她是掉下去了 还是逃走了呢 一头鲨鱼跃出水面 将女人扑倒在地 好有见状 急忙掏出防狼电器 将鲨鱼电晕 正在这时 海面升起一道龙卷风 将海水和鲨鱼吸上去后 来到城市里 还把神像的头吹断 小黑刚捡起皮包 因为没点赞和关注 就被撒成了粉末 吓得三人转身就跑 头像像长了眼睛一样 在后面不停地追 他们急忙爬上一辆车 摇摇晃晃向前驶去 可头像越来越近 慌乱中 女人猛打方向盘 一头撞到大树上 神像则擦着汽车滚了过去 撞到大楼后才停了下来 另一边 大量海水涌入城市里 鲨鱼也被带了过来 出租车躲闪不及 被困在水中 而周围都是鲨鱼 大壮把背包扔到车顶 取出绳子 扔到电线杆上 小伙先荡了过去 即便两人也不成问题 可轮到老人时 由于腿拳不起来 被鲨鱼咬住 绳子也掉了下去 这下大壮犯了难 该怎么过去呢 只见他瞅准时机 纵身一跳 踩着鲨鱼的背 两下就跳了过来 我必须给他点个赞 随后他们来到天台 拿出背包里的炸药 想跟鲨鱼决一死战 突然一头鲨鱼飞了过来 小美则抽出了宝剑 以下将鲨鱼劈成两半 随后绑上橡皮筋 把炸药包放到上面 用力往后一拉 朝龙卷风射了过去 下一秒 火焰砂就噼里啪啦往下掉 下面的行人可就倒了煤 可鲨鱼实在太多 没一会儿 炸药就用完了 突然一头鲨鱼飞了过来 男人举起电锯 鲨鱼撞到上面后 就被劈成两半 突然空中下起了鲨鱼雨 张开血盆大口 噼里啪啦往下掉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人们见状 急忙拿出三米长的洛阳铲 翻出祖传宝刀 拿起武器 嗷嗷大叫的冲了上去 大哥一刀将鲨鱼劈成两半 美女用竹竿同死一头鲨鱼 小伙拿起AK 不停的秃秃 八戒的耙子也挺好用 只因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他们才如此厉害 这个大爷更狠 拿起电锯 拉着后 用力一扔 就被吸进龙卷风里 让鲨鱼们自寻死路 要说最厉害的 还是主持人 男人一把抱住鲨鱼 女人则用高跟鞋踩爆她的头 大壮来到楼顶 因为这里鲨鱼最多 突然电锯怎么都拉不着 危机时刻 小美急忙上前 瞅准鲨鱼后 举起了右手 我了个乖乖 她竟然将手臂改成了电锯 大壮想引爆冷冻计 可用力一拽 电线竟然断了 危机时刻 黑妹冲过去后 抓住电线两端 电流从身体穿过 成功引爆了冷冻计 龙卷风瞬间停了下来 几万头鲨鱼 噼里啪啦往下掉 大壮则被气浪冲进漩涡里 他抓起一把电锯 一头钻入鲨鱼嘴里 随后纵身一跳 骑到鲨鱼身上 化身成鲨鱼战士 最终奇迹般活了下来 不得不说 外国人的脑洞真大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这就是忘了 这就是忘了 上线的 我去看后来